好的 那么接下来走上我们红毯的是00后实力唱将李子廷 欢迎 请到我们的红毯背景板前合影留念 好的 泰照过程当中啊 我们紫廷呢也是这个中泰文化交流大使 也是我们咪堂心中的人美歌田泰力军 海豚音本音李子廷 再拍一会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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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摄影师咔咔的 来都来了 对吧 左边 左边 照顾一下 左边那几位女生啊 笑开花了已经 女摄影师们 好 好的 好 来 紫廷给你一个麦克风 因为我们大家对于紫廷啊 就是唱功这方面啊 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但是对于选歌这方面呢 也知道其实愿意传唱经典歌曲 我想知道你如何理解就是经典歌曲的再创作 这种年轻的声音来唱经典歌曲 其实我本人就特别喜欢经典的老歌 对 所以我平时的话就会有一些翻唱 然后就用就是现代的一些音乐风格去融入到那个以前的那种歌 对 就新编曲 对 所以就是给经典老歌注入属于紫廷自己的年轻力量 对 所以我今天也是刚发来一首歌 然后也有一点那种复古风在 对 哦 今天这身搭配上也是有一点复古风的 而且我还知道啊 今天紫廷前两天也发了新歌嘛 是的 秘密 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你知道我们在就是在准备每一位嘉宾的这个来的时候啊 当时都跟我说啊 这个有的来了之后啊 就是多问问 能唱的唱 能跳的跳 是吧 那就是都是给观众谋赖的福利 是吗 说在红毯上也可以跳舞 反正跟我说的是 你说就行了 反正被骂的不是导演 是我 但我觉得我还是要给这个屏幕前的各位咪堂 以及这个即将进入咪堂的观众朋友们 谋一个福利 可不可以简单地唱一下我们的这个新歌 唱一下吗 嗯 轻唱一小段 就是我第一次在红毯上就是唱歌 我跟你讲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第三次和第四次 那来一小段一段 一小段一小段 好了 好 我背对你 你偏要靠近 I'm not your baby 是个秘密 哇 谢谢 哇 我居然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感觉我旁边戴了个耳机 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红毯主持人能够享受到的 新的经验 新的经验 真的太厉害了 刚才我们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突然安静了我感觉 对 现在音乐声音都变小了 老师可以把这个media的声音再推起来了 好吧 我觉得刚才呢 也是分享了一段秘密的副歌部分 更多的这个全歌 大家可以去音乐软件去下载 倾听 也希望子婷呢 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歌曲来 喂饱蜜糖 以及其他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好吧 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红毯现场 我们一会儿那场再见 好 再见 这边请 来封给我好了 谢谢